這個消費券喔 有點像政府跟媒體一起炒作出來的這種興奮感 像煙火一樣大家快樂一陣子也可以啦 但是是蠻貴的啦 花三倍券或五倍券之所以比現金好 是因為限期使用 現金就不可能限期使用 甚至會被存起來 蘇貞昌到現在還是拿去年那種爛油 說說啊 如果直接發現金喔 民眾會存起來喔 大家都已經餓到快死活不下去了 請問一下你發消費券給他有什麼意義 他還不是立刻拿去用料 拿去買什麼 產品油鹽降薯糖 這叫替代性消費 根本不會振興經濟 這不需要什麼經濟學家 也不需要任何一個多大的學者 也不需要1.5個博士 甚至不要那種輸了人家30萬票 還可以死不要臉 去當行政院長的這種偉大人士 都可以想像得到 民眾要的就是現金現金現金 很顯然 蔡英文就是為了圖利他們自己人 你一般百姓的疾苦我根本不在乎 什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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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